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警惕各种养生小陷阱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 一些饮食小常识也开始传播起来 然后,我们就发现 有一些我们一直在吃的东西 可能从饮食健康来说也有疑问 就像苦瓜炒蛋,原本是一道家常菜 但是有些中医却认为苦瓜炒蛋堪比毒药 那到底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苦瓜炒蛋,用鸡蛋的醇香中和了苦瓜苦涩 被视为最易入口的一道苦瓜菜肴 作为一门家常菜,深受南越人民的喜爱 然而却有中医在撰文和演讲中皆称 苦瓜和鸡蛋都是极寒之物 因此,在他看来 苦瓜炒蛋与其说是菜肴,不如说是毒药 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究其原因可能是鸡蛋里的钙 与苦瓜中的草酸产生化学反应 生成草酸钙,影响人体健康 这个说法看着有道理,其实站不住脚 因为又不光是苦瓜 所有的绿叶蔬菜中都有草酸,其中以菠菜的含量最多 苦瓜的草酸含量有限,即使它与鸡蛋中的钙结合 所产生的草酸钙结晶体不会很多 在人体的胆 肾等部位沉积成为结石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其对人体的伤害,可以忽略不济 所以,谈不上影响人的健康 传统医学认为,苦瓜既能生食又能熟食 生食有清暑泻火,解热除烦的作用 而熟食有阳血滋干 润皮补肾等功效,既能除邪热 借劳乏,又能清心明目,意气壮阳 且苦瓜胃苦,生食则性寒,熟食则性温 由此看来,生吃苦瓜要注意适量 尤其是脾须胃寒者 尽量避免生食苦瓜,而对苦瓜进行烹饪后 不仅苦味变淡,寒性也会随着减弱 此时,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就无害了 还有增进食欲,意气补血明目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苦瓜炒蛋是毒药一说过于极端 苦瓜,胃肝,性寒,具有清热消暑 羊血液气,补肾健脾,资肝明目的功效 鸡蛋则能养心,安神,补血,滋阴,润燥 苦瓜炒蛋对于体质平和者而言 算是不错的保健食品,能防止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应急能力 另外,暑热天气,适当吃一点可以清火 不过,对于喜热胃寒的阳虚体质而言 苦瓜炒蛋的确是不宜过多进食 因为长期吃苦瓜炒蛋,首先会伤脾胃 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其次,还有可能引起血瘀 比如说可能会诱发女性痛经 所以,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吃苦瓜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而适度 不能吃的太多影响健康 如果能够合理食用,苦瓜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苦瓜的功效与作用 1. 清热益气,苦瓜具有清热消暑 羊血益气,补肾健脾,滋肝明目的功效 对治疗粒脊,疮肿,中暑发热 肺子过多,结膜炎等并有一定的功效 2. 保护肌体,苦瓜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提高肌体应激能力,保护心脏等作用 3. 抗癌,苦瓜中的有效成分可以抑制正常细胞的癌变和促进突变细胞的复原 4. 降血糖,降血脂,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肿瘤,预防骨质疏 调节内分泌,抗氧化,抗菌以及提高人体免疫力等药用和保健功能 5. 美容肌肤,苦瓜能滋润白皙皮肤,还能镇静和保湿肌肤 特别是在容易燥热的夏天,敷上冰过的苦瓜片,能立即解除肌肤的烦躁 苦瓜的营养价值 1. 苦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每100克苦瓜含有56毫克的维生素C 2. 苦瓜中的含有丰富有的苦味带和苦味素 苦瓜素被誉为脂肪杀手,能使捏取脂肪和多糖减少 3. 苦瓜中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多态比 4. 苦瓜还含有一种蛋白之类物质 具有刺激和增强动物体内免疫细胞吞食癌细胞的能力 它可同生物件中的奎明一起在体内发挥抗癌作用 苦瓜炒鸡蛋是毒药吗? 现在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苦瓜营养价值高,功效和作用显著,是一种比较好的蔬菜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当然过油不急,也不能过度食用 吃一种比较好的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